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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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各位同事 各位同学 很高兴我今天是能介绍 我们今天的新雅书院65周年院庆学俗掌座 继第28届前兵士先生学书文化讲座的主讲的嘉宾 于光宗教授 于教授1928年生于南京 他念书的时代是我们国家最动乱的时期 他1947年考进精灵代学外文系 但是到1949年又转到沙门代学 然后他11家人迁居香港 在50年到台湾定居 1952年在台大外文系毕业 59年拿到美国爱我代学的艺术硕士学位 以后呢就放到台湾 到台湾师范代学任教 72年余教授出任台湾政治代学西语系主任 74年到香港中文代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 到1985年才离开出任台湾中三代学文学院院长 余教授目前是中三代学外国语文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余教授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大师 以现代语和散文语 他拿过很多奖项跟学俗荣誉 比方是国家文学奖的诗歌奖及吴三连散文奖 他四度货班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长 92年余先生担任新亚书院的公司访问学人 1993年任联合书院的杰出访问学人 2003年中文大学班与余教授荣誉文学博士协 他今天跟我们主讲的题目是 龚智珍与学来 现在我们请余先生 谢谢黄院长的介绍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今天很高兴回到马廖水来 在新亚书院有纪念文化价值的一个场合 来跟大家见面 而且应邀来发表一个演说 叫做龚智珍与学来 学来大家知道是英国浪漫派的一个有名的诗人 对于民国初年的什么胡适啦 文艺多啦 徐志默啦 等等 影响很大 对于新亚派的影响 可是龚智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位诗人 在清末明初影响力非常之大 影响到梁启超这些启蒙的大师 我为什么把他们两个人拿来比较呢 因为他们都是生于1792年 同年的8月生的 两个人的生日只差18天 可以说是很接近 虽然学来三十岁就淹死在地中海 龚智珍是病死 学来三十岁去世是妖王 龚智珍呢四十九岁 几乎差了二十年 可是他们的各方面 有很多相同 也有一点相异 其同其异 如果拿来比较的话 可以看出中国跟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别 也许对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也有点帮助 同时我选到这个龚智珍 是因为它跟我们香港有很大的关系 香港现在的情况 跟以前的一个年份 1997很有关系 归还香港给中国 那1997 是怎么来的呢 跟1842有关系 因为1842就是英国军领南京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所以 而这个1984年 是鸦片战争结束那一年 也是南京条约各香港的一年 在这一年之前 在1981年 1881年 是龚智珍去世 所以他死在鸦片战争的那个时代 他对于中国将来的前途非常关切 他已经他的敏感 觉得清朝的气速已经开始走下坡 中国的前途该怎么办 他是一个有心救国救民族的一个人 所以他才会对于有心救国下面的一代 在梁启超这一代发生很大的影响 而这个民国以来 我们一些新文学的名家 鲁迅啦 郭默若啦 郁达夫啦 很多人不但写新文学 他们的旧文学修养也很高 他们也会写旧诗 他们的旧诗就是深受龚智珍的影响 而龚智珍的诗呢 深入浅出 所谓一路轻生啊 一方面有狭刻的一种意气 一方面有柔情 所以这一种见胆呢 情心 对于这个当时影响非常非常之大 现在我们看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投影 我就跟着这个投影的次序 来跟大家一同来讨论 龚智珍一生 他写了很多散文 他的经学小学 他对佛教 对道教都很有研究 他也是一位诗人 一位散文家 那么他写的诗写了六百多首 其中有一半写于己亥的那一年 就是他去世前一年 己亥 己亥那一年的己亥杂诗有三百多首 其中主题非常之广阔 这一首 请大家看一下 七言绝句 他是故人横海拜将军 彻离南天未产薰 我有音符三百字 那碗难记细雄文 故人 故人就是他的好朋友 文友 林则徐 林则徐被清廷派到广州去进鸦片 对付英国帝国主义 所以我这位朋友 他现在是清采大成 他到了南方去 到了广州去 到现在还没有立下功劳为产薰 我都有些人要帮忙他 我有这个 我有对敌的一种策略 我有兵法可以传授给你 音符就是兵法了 我有兵法三百字 可以给你参考 可惜啊 我记不到你面前来 当时林则徐南下呢 清廷也有很多人反对他 因为当时全中国犯覆走租在抽鸦片 王公大臣也在抽鸦片 把鸦片断掉了的话 断了很多人的财路 也断了很多人的恶习 这是中国的一大悲哀 鸦片进来了 这个鸦啊 黑土鸦片进来 白鸦出去了 从此中国就是入朝 经济受了很多打击 所以他就有一篇文章 给了个钦差大臣林则徐 侯官就是复舟 他说汉氏五行家 五行家 以十腰伏鸦占天下之变 鸦片淹着十腰也 其人病魂魄 逆咒业 咒业不分 其事者 一环一珠 应该沙头 应该给绞刑 贩卖鸦片的人呢 要以稳斗珠斩首 冰钉吃吃的话也要斩首 持决定也更无疑 他一直是站在反对鸦片 反对英国的这一边 下面 他又写信给朋友说 今时中国以九重天子子尊 三令五生公群以下 舍弊存交 于今数年欲使明不惜鸭片焉 而明佛许 此奴仆居家长子孙垂 祖父子四周也 即使应激利不清不叛 望风那款 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 愿之士且无图应之力 再下面 林志绪后来写了一封信给英国 给英国当政的维多利亚女王 她说 君与贵国王月 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 我内地金融稀释 贵俗国 贵俗国就是印度 英国人的鸦片先是在土而其种 后来到更靠近中国的印度在种 而且组织了一个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请了很多佣兵保护 然后鸦片大量的输到中国来 由香港 由广州进去 所以她说 既贵国人民既有造作 安置其不需时 并令造作而禁止 贵国一不受其害 其不各享太平之父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 下层阶级 上层阶级都臭鸦片 所以变成孙中山所谓的东亚病夫了 可是英国也没有受影响 英国固然危害中国 英国本国 倒是知识阶级 知识分子 尤其一些金童玉女 一些作家也用鸦片 不过他们用鸦片是用少量的鸦片 或在酒里面喝 这个鸦片摆在 a few grains 很少的量 摆在酒里做一种药 可以治神经痛 失眠等等 这样的组合 叫做Laudanum 连雪莱也是 连拜伦也有用 连那个展文家Thomas Quincy 他一篇文章叫做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一个英国吸鸦片的人的 指数 就是他吸了鸦片 虽然有些别的帮助 可是鸦片本身使得他日夜颠倒魂不守舍 也是非常的有害 我刚才说的那个英国散文家 叫Thomas Quincy 然后一个诗人Colridge 也是用鸦片钉 雪莱本身 他用鸦片钉 他还用更强的一个麻醉剂 叫做Plastic Acid 还有雪莱本身 他的一个表哥叫做Medwin 他一个同学叫做Williams 都是东印度公司里面的职员 甚至于是带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的兵来保卫这个公司的 雪莱应该听说过 不过雪莱不太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雪莱跟龚之正一夕一动 虽然在同时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彼此并不知道 唯一在他们中间有关系的就是鸦片 跟鸦片战争 可是雪莱这个人呢 他到底是西方人 西方人呢 像英国人他小学读书就要读Grammar 不是读英文的文法 而就是读拉丁文 所以他们对拉丁 对罗马是有了解 然后特国罗马对希腊的文化有了解 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文化的起源是希腊 而对于更往东方的 所以我们叫做Far East 远东 对于印度对于中国 非基督教的国家 他们认为是没有开化的 雪莱的脑天理认为中国 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开化的一个民族 虽然他的西方是一个大事 在东方他的了解太不够了 所以呢 我们看 这是回去一张 朝前 朝前 朝前好了 再朝前 一直朝前 不是 一直朝前 不要后退 再往前 好 好 这两个人的家世我们看一下 龚自宗的外祖父 就是他妈妈的爸爸 段于才是一个大学者 是一个文字学家 小学家 他的祖父龚定生 是一个高官 父亲 龚立生 这些都是官宦人家 他的妈妈 对他影响最大 段寻 就是段于才的孙女 段于才因为欣赏这个外孙 所以把孙女嫁给他 所以他的家庭背景是文化程度很高 而他对妈妈特别有依赖性 学来相对的我们看看 他是英国南部的一个贵族之家 他中学读的是最好的中学 Eaton 然后牛津 可是因为他思想很超越 所以他被牛津大学开除 那么他先娶了一个太太 Harriet 当时他十九岁 Harriet十六岁 两个人失奔到这个苏格兰去 后来他认为这个Harriet 太永俗了 就到一个哲学家家里去听他讲道 叫做Godwin 结果对这个Godwin这个哲学家的女儿很有兴趣 就把女儿带着到欧洲去失奔 他的爸爸 这个Mary Godwin的爸爸叫做William Godwin 是法国哲学大家的卢梭 Rong Rock Hussaud 卢梭的思想在英国的一个传人 经常在家里讲这个卢梭的道理 所以雪莱仰慕她去听 听到后来觉得她的女儿更有吸引力 就带着这个玛丽就失奔 所以雪莱她是要救人类 可是人类那么大怎么救呢 所以她没看到一个女孩子 认为是家庭在虐待她 或者学校在虐待她 她认为救人类的机会来了 怎么就失奔 所以她的EQ并不很发达 所以她后来跟拜伦相识 还有一个杂志的编辑叫李恨 常常登他们 由于他们是反朝廷 也对基督教的正统 对教会也不满意 对朝廷也不满意 对于学校教育也不成满意 成为一种异类 所以当时人叫他们 叫做Satanic School of Poetry 就是魔鬼派 当时还不叫做浪漫派 那龚之珍他后来 他是两起朝刘耀子 这些男色诗人的前一辈 对他们很有很有影响 那么雪莱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文学 到了二十世纪有两位大家 一位是小说家Hardy Thomas Hardy 一位是戏剧家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这两个人非常推崇雪莱 所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 雪莱都是非常有影响力 一直到二十世纪二零年代 这个反浪漫的思潮来了 雪莱就一楼千丈 所以他圣迹一死 然后衰退下去 那么就是在十九世纪 一位批评家叫Arnold 这些多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 都认为雪莱根本不知不懂现实 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天使 在拍他的翅膀在象牙塔里 其实雪莱也有对政治很关心 也有写这一类的作品写了很多 龚之中他的学问很杂 刚才我也列举了一点 可是他表现得最好 对后代有影响 是他的散文跟他的诗 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 一位作家 最大的能耐就是诗文双诀 会写诗又会写三文 写文章 我们有个说法 唐宋有八大家 唐朝两家 韩玉跟柳中原 宋朝呢 有苏氏也三家 父亲是苏群 苏老全 然后是苏氏 苏东坡 然后是他的弟弟苏彻 一家 一家三个大者家 都是宋朝的大家 然后呢 还有王安石 跟欧阳修 还有个真拱 这八个人里面 唐宋八大家 散文八大家 里面有五个大师 除了这个真拱 苏老全 跟自由的诗写的不顶好 之外其他五个 欧阳修 王安石 苏东坡 寒流 都是非常杰出 甚至伟大的诗人 所以我们讲究诗文双诀 那么倒过来我们看看 西方的诗人是否诗文双诀呢 对 学来也写过散文 不过他的散文是评论文 为诗辩护 叫做a defense for poetry 诗辩那是一篇大论文 学来很少写什么 写一些散文是美文 很少写出美文像什么 前吃必复 后吃必复 或者阿房功夫 或者藤王国戏 他不写这些 可是中国的诗人呢 往往一方面写美文 古文官子里面 甚至有这个陶渊明的文章 他的诗之外 陶渊明也是一位文章家 就是他的这个桃花元祭 那么这个五世以来像许志摩也是诗文 都写得蛮好 这种情况西方没有 西方没有 西方所谓prose 往往指小说 往往不是指essay 这一点是跟我们很不相同 可是我们这个孔志正呢 它至少有两篇 选在我们的教科书里 不是还回去 不是还回去 病美管祭跟说居荣观 都是他很好的三文 这个就很不容易 病美管祭 所以说中国人欢喜梅花 把它熬成那种奇形怪状 这个是人工做成的 不是天然的 这是他攻击病态教育 说居荣观是一个讲兵法 讲战争的一篇文章 好 这个妈妈 关系非常密切 她妈妈既然是 段于才的孙女 一定是很有 也很有修养 孔志正小的时候 她念诗 往往是妈妈教她的 所以妈妈还等于她的老师 她对妈妈非常依恋 所以在这一点讲来 中国的作家 尤其是孔志正这样的人 是一个伦理人 是一个ethical person 就是她有父母 她有亲戚 她有好几轮的关系 轮场 西方人往往没有的 像拜伦跟妈妈关系很好 常常吵架 像学来写诗 从来不提她有爸爸妈妈 好像没有这回事 她有好几个妹妹她也不提她们 祭祠倒是例外一点 跟几个弟弟 关系很好 常常写信给弟弟 所以西方的作家 往往不是我们 东方人的一个伦理人 所以她这首诗可以看出来 她说 黄日半仓暖 就是到了黄昏了 人生四年夕 这个 这个 这个西枭 夜穷相 行枭夜穷相 就一个人挑了糖蛋子来 吹枭 表示卖糖的来了 她欢喜吃糖 这个 沉沉指腹吹 一会吹一会没有吹 小诗闻此声 心神自为痴 她听到了 就很奇怪了 此母之我病 手以棉腹之 用棉被盖着我 夜梦游深寒了 头于母中怀 行年代壮盛 此病横香水 我到了长大以后 我还有这个毛病 听见麦糖的蛋子 一吹一消 我就发昏了 这个病也很奇怪 也表示她很恋母 有恋母群结 她不是Edipus Complex 她是恋母 下面 可是西风呢 她也写她孩子的时候 她看到西风吹了她很兴奋 她希望跟着西风飞到天上 飞到海面 在陆地上奔跑 可是她没有提她孩子的时候的妈妈爸爸 虽然她说 纵然我能够 果真重回海体的时代 遇你 你是指西风 遇你结伴去天上遨游 那时啊 要比你的高速更快 也不见得是妄想 这少年时代的一个雄心 可是并不是寄托于家庭 这是她有名的 O to the West Wing 西风歌 这个西风她是在 佛罗伦斯 菲林翠 那个城的阿诺河附近写的 下面 她也写一首诗 叫做Intellectual Beauty 歌颂理想之美 她说 小时候我追寻鬼魂 既奔过多少册尔的优势 废墟严洞和新叶的树林 害部追踪 只望于亡魂能高谈唱说 她和幽敏之中的那些spirits 能够相通 是她小时候 她也是很敏感 不过这个敏感 跟妈妈 跟家人 没有什么关系 西风歌 重回到西风歌 西风歌 她说 这是我的翻译 纵然我能够果真 不是 来这里 就这里 我滴落荆棘的仕途 我流血 岁月的重担 以拷住 以压倒 你这个同伴 你就是指西风 我就是你的同伴 你这个同伴 他呢 就是指他自己 不寻 迅记 自傲 她的原文是很有力量的 是很有力量她的诗 下面 雪莱呢 也写过很多 很悲情的 这首悲歌 这是我翻译的 这是我翻译的 它说 啊 世界 啊 生命 啊 时光 O world O time O life 我正实际 也不能够 再也不能够 再也不能够 世事是在1823年 当时龚之正呢 还在 还在中年 可是他妈妈去世了 那一年是奎秋 奎秋 就是1823年 他就有一首诗很长 我只引用他最后的几行 奎秋以前为一天 奎秋以后为一天 天一无母子日月 地一无母子山川 首饮首酌 首富雨 如崩如雷如流泉 从之做到岁起始 是别此情三九年 所以说从现在起 到我活到七十岁的时候 那就是我没有母亲的余年的三十九年 我对母亲是非常的 非常的欲恋 乳母是非常的深沉 令人 令人同情 下面 那么雪莱呢 当时阿诺德说他这个人 是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个天使 直到象牙塔里飞 在象牙塔里的一个诗 所以他有一首诗 叫暴行的假面具 因为他在欧洲 在瑞士 听到说国内的英国 英国的这个大的 已经工业革命了 英国的厂商 雇了很多佣兵 于是 于是在这个一个野外 有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家人 有女人还有小孩 就出来游行示威 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等等 结果呢 佣兵出现就屠杀 把女子跟小孩屠杀了很多 消息传到欧洲人 他跟拜伦都非常的愤怒 雪莱就写了一篇长诗 这是前面的两段 而且呢 英国当时候 因为是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首相无敌 他又登基成为皇帝 所以英国的外交大臣 后来变成国防大臣 就是第二行的卡索瑞 就成为英国 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的一个敌人 所以他说 我在半路上和凶手相遇 他戴着假面具像卡索利 他看起来很高雅 其实很阴险 背后跟随着七头狼犬 七头大肥犬 看来都是无口怀疑的 忠于主子 乔治王 一块有一块 一双又一双 他丢给他们 丢给那些狼犬 把人类的心脏丢给他们 这些心脏哪里来 取自他自己 宽阔的大肠里面 这些心丢给狼犬 把卡索瑞大臣说得很不堪 其实当时卡索瑞是保卫了英国 再看后面 他后面还有一段是怎么说呢 他就劝英国人起来革命 推翻这个英国 这个王朝 他说像狮群醒来一样的战起 千万人一致 就所向无敌 把你们的铁链一起正碎 像抖掉梦中落生的露水 他们是一小撮 你们是一大堆 他鼓吹革命了 要推翻英国 这个维多利亚的王朝了 这些来在政治上是非常的radical 然后这些人对于年轻的一辈 尤其是浪漫派的诗人 包括贝多芬 都对拿破仑很失望 拿破仑起来的时候 是自由自民来行的 结果他后来就等于 这个张勋复辟 袁世凯复辟 自己登基成为皇 成为一个Emperor 令这年轻的一辈非常失望 所以他是一位民主信徒 就指他自己 我拿破仑之败有感 当时贝多芬 原来有一首交响曲 第五交响曲 俗名叫做英雄交响曲 是献给拿破仑的 后来听说拿破仑辩解了 就把拿破仑名字拿掉 后来就变成英雄交响曲 不提拿破仑了 所以许来说 我恨过你 没落的暴君更悲态 你这样的奴隶毫无出息 竟在自由之墓上 载舞载喜 其实真不如将你的宫殿 建在那坟墓的县纸 土之边的纸 你一心追求的排场 空虚而残暴 已经被时间扫清 这个是十九世纪初的 这个国际的情况 跟知识分子的心情 所以写了一本书 一本诗句 verse drama 就叫做Hellas Hellas 我们中国人叫希腊 那是因为用的是 它现在的名字Greece 希腊本名是Hellas Hellas 后来用佛舟话翻过来 Hele 希腊 在这篇诗句的序文里面 他就分析欧洲各国的现况 可见他跟龚之争一样 跟晚唐的杜姆一样 不但会写文章 他生自兵法 所以他就这样讲 他那段英文 我把它翻成文言 我有意把它翻成战国策的 这个文体 因为太像了 所以他说 我们也知道俄罗斯 是在很冷的地带 像北边是北冰一样 向南边它没有出海口 它这个黑海下来是麻麻的海 再出来才是地中海 这个中间一大块是土耳其的领土 把它封住了 土耳其封在前面 希腊封在后面 所以俄罗斯 不可能跟土耳其 跟希腊和平相处的 所以他说 俄罗斯之徒希腊也 再并吞其国 非解救其民也 土耳其 俄罗斯命中之顽敌 希腊 俄罗斯义中之巡奴 俄罗斯之手快 莫如二林之互斗俱伤 以秦其义 或病而吞之 未因国祭 知人坚固之道 莫如福自主之希腊 扶其抗俄 扶其抗俄而欲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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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19年 1819年的英国 我整个把它翻过来 也是按照一首十四行诗的押韵 他说 第一行的老王是讲什么呢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在位好多年 可是呢 神志不清 所以他就骂他 又狂又忙 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 王子王孙 愚蠢世系的 承殿残枝 在国人腾跳下流过 乌云的浊江 当朝当政 都无事无感更无知 像水智一般 稀劳在衰逝的身上 终会蒙蒙然带血落下 无需鞭斥 百姓在荒帝废田上 被饿死杀死 摧残自由且强弩横掠的军队 已沦为一把双刃 认挥者是谁 法律呢 在拜金而逝血 又名已死罪 宗教既无基督也无神 和尚了圣经 更有上议院 不费千古的恶律 从这些墓中 终会有光辉的巨灵 那就是革命了 光辉的巨灵 一跃而出 来照明这满天 风雨 这是一首非常凶猛的一首诗 也是鼓吹英国人起来革命 好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逃起这个龚智征 龚智征他在 他的出生 他的死亡 他死于这个鸦片战争 的第一年 那就是1841年 我们知道 这个明朝王是1642年 那么南京条约呢 是1842年 就是200年 清朝已经过去200年 而后面只有多久呢 只有70年 1911孙中山革命 所以他其实在清朝的 后半段 后小半段 清朝已经只有70年 那么他呢 他就坐在船上 读陶渊明的诗 陶渊明的诗 大家认为他是田园诗人 住在这个乡下 采取东立下 幽然见南山乱 三七日系家 飞鸟相遇还 他是一个田园诗人 其实陶渊明 胸中也有他的愤怒的一面 并不仅仅是一个隐士 高士 所以他说 为什么呢 因为陶渊明生于 敬颂之间 流于王敬而自立为颂 敬王而颂起 而陶渊明的感觉 他是靖的移民 他是靖的移民 所以他是陶浅施洗说荆轲 荆轲是刺刑的 站在燕国的立场 来刺移秦时皇 所以陶浅施洗说荆轲 想见庭云发号过 庭云是他的事 是比较平和 赢到恩仇 兴世勇 江湖峡谷 孔无夺 他的英雄气感 发挥不出来 因为他认为北京那时候 北京已经非常腐败了 他在北京这是一个小官 礼部的从事 这是从六品的一个小官 围官 他称之为围官 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他有一首诗很有名 《勇史》 他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时候 勇史好像是前代 中国古人写诗讽刺朝政 当代的政治 不便于直说 一定要记得他在更早的年代 比如说白居宇写的《长恒国》 汉皇重色 失去勋国 汉皇去到汉朝去了 其实是唐玄宗 所以他自己勇史 主要是写什么呢 写扬州 因为他是生在浙江的杭州 龚之中是杭州人 他做一个小官是在北京 南来北去都要经过扬州 要经过那个运河 所以他是金粉东南十五州 这是指金粉地啊 经济繁华了 那么这里面 万从恩怨顺名流 一些所谓名士 名人 之间文人相亲 官商勾结 文人去做 去做这个权贵的秘书幕府 这些人啊恩恩怨怨 自认为是名流 那么有两种人 两种人 一种呢是老鹏 侠客超权算 老鹏是古代作严的那个器具 叫做老鹏 侠客 这个侠客就是说 清客了 鲁迅所谓帮贤的人了 老鹏侠客超权算 所有的钱都是经过他们经手 所有的计划都由他们来操纵 然后另外一种人呢 布什侠客叫财人 其实是反讽 拿着扇子扇扇子 根本不懂什么真正的科技 也不知道严正是这么一回事 这种致命财人 居上游 还有一种人呢不敢讲真话 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 有一个人讲到批评朝政了 他赶快就退席了 所以叫必须未闻文字语 这也难怪 清朝文字语也是够凶的 然后一般人写书呢 不过是为了 为了生活所迫 并没有要求得真理 所以著书都为道良谋 混饭吃 那么他又讲到 这个楚汉相争 楚这边败了 相语败了 刘邦赢了 刘邦就富有天下 大风起西云飞扬 为家海内去贵故乡 安德蒙是西守四方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齐国还有田衡 齐国的城市 他有五百个人 跟他一样不肯投降 在一个岛上 所以刘邦就遭响 那田衡就带着两个随从 一路要去长安 要去想 走到了洛阳 越想越不愿意 就是我凭什么要来 你面前春城 做汉的城 所以就自杀 主人跟随从 三个人都自杀 消息传辉 山东的一个外道 五百人全部自杀 这是很壮烈的一件 爱国的壮举了 也是悲剧了 所以他说 权衡有五百个人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都去接受招降的话 个个都会封和吗 没有的 这是他对于当时 鸭片战争以前 北京朝廷的腐败的一个批评 也已经相当露骨了 他写得最好的是 《七言绝句》 《七言律师》也写得不错 他最后去世之前 在北京就罢官 他就不再做官了 他乘了两辆车子 一辆车子载他的书 一辆车子自己坐 一路南下 也来回了两次 整个局 他就搬回杭州去了 所以呢 他到了杭州 因为他是很有名嘛 官小而名大 所以呢 很多人就来看他 这些人都有要求 请他写序了 很多很多 所以他是 他几亥六月 重过杨州记 他是嘉庆末 这个龚之争是在 是在嘉庆 跟这个 道光之间 他是乘于此 乘在杨州 和什么 有人 写《车厌诗》 《车厌诗》就是 写《风华雪月》了 尤其像杜木一样的 《十年一觉扬周梦》 《云得青楼伯训》 这样子的诗 闻宋君病 存亡父可知 又闻其所谓父诗者不可见 因为恨 恶而诗之 于此垂五十亿 我已经五十岁了 今夕自开 自然自运 古之美人明是 富贵 受考者 几人哉 知其观扬州之圣衰 而都之感慨于江界也在 江界的江边就是扬州 异于赴车厌之劳 以欧中人物 收弃文献仍以致任 故为老也 我要写这些车厌诗 年纪太大了 可是我来写别的还可以 结果很多人找他 后来他是怎么样解决脱生的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到了晚年 我现在已经深入晚年了 我自己到了晚年 很多人要我写序 你不写他是写五句就好了 三句也可以 不然把你的名字借给我 摆在书腰上面出现 这是很坏的一个习气 我现在还欠人很多序 不想怎么办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 叫序你的大头 后面 刘鸭子是一个诗人 南社跟汪精卫 他们这些材质都会写诗的 刘鸭子 他论诗三绝集 其中论到龚定安 就是龚智征 他说三百年来第一流 讲龚智征 三百年来呢 就是从明一直到清了 从明的中叶到清 非先见侠古无仇 他认为这个龚智征 有先锋到古 可是有侠客的义气 有一定像李白就是这样 从古以来没有人比得上你 然后他 笔锋一转了 只愁辜负林霄义 北加南移 倒白头 这就写到龚智征有三个女友 其中第三个最后一个 是这个清江浦 在扬州衣北 这个皇后边的一位有名的妓女 叫做林霄 所以他说 他一生认为他欠人家的情 就是这个林霄 所以呢他 他不得不在家乡 杭州跟北京之间 来来去去 才能够经过清江浦 见到这个林霄 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件事情在他讲来 不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认为柳雅子 对他的评价有所偏 我们再看下去 这就讲到这个 雪莱跟这个龚智征啊 在爱情方面的 一个很大的不同 雪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所以他第一个太太 也没有离婚 就跟Godwin的女儿 私奔到欧洲去 他一直认为 他有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女性 始终找不到 因为太理想了 他不了解女性 那么 所以他写出来的情是热烈有余啊 可是就得有点空洞 可是龚智征呢 不但有情 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真正的感性 有一点真实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知道 他这个对象长得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才华 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雪莱这些一开也不管 就是一个空空洞洞的 柏拉图式的理念之中的一个情人 所以呢 他有三个 前后有三次 一次呢 他的《己害杂诗》 那三百多首诗里面 有十五首是写给他一个表妹 很早就腰亡了 令他很伤心 有十五首这种诗 这是其中一首 那么第二个对象呢 是扬州的一位妓女 叫小云 第三个对象就是刚才的 林霄 清江湖的一位明妓 这三个人 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他说 这个表妹 嬌小温柔拨六青 长得很嬌小 很温柔 那么在亲戚之间 大家都很知道他 拨嘛 广拨 大家都知道他 所以他死的妖王死的那么早 他的阿姨啦 他的姐妹啦 这些都哭哭啼啼 都舍不得他 所以难以穷解啊 各战经 那么你现在当然去世了 我也见不到你了 他自从我狂生 你现在在九泉之下 你肯不肯 让我来冒犯你 狂生 我现在写诗来赞美你 你肯不肯接受 九泉肯受狂生欲 你怎么了不起呢 你做起针线来 做起女工来 女红啊 女工 来 你的手艺像针绳 像个goddess of needlework 针绳 你长得美像洛绳 洛绳之声 附飞 这我们至少知道 这是一个世间女子 会刺绣 而且是妖王 而且她有很多亲戚 跟雪莱所讲的 无牵无挂的 一个理想的对象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一首呢 就是写到了第三个人 这个林霄了 林霄大概是很有名的一位 一位歌迹 他称赞他 他说对人才调若非先 他应付的客人啊 他口才很好 会说话 简直像仙人对凡人一样 他口才好 会讲对的话 辞令冲华四座船 也是船就是拨 凡经过的客人 都说 洋洲有 青江湖有一个林霄 你们一定要去看看他 所以呢 东南京风气 中国的东南部 那也就是扬州那一带 江南 东南 东南的京风气 东南的繁华 就要靠你来 来撑住 所以呢 你还是留下来 我还没有那么多钱 来为你续声 同时呢 我也不会像范黎 把这个西施带走了 从此变成 变成一个商人 隐身于江湖之间 李商银有两句诗 非常有名 就是讲功成生退啊 他带着一个美人 隐居 不在意 以前的面貌出现 陶珠公了 变成 就是说 李商银怎么说呢 永逸江湖归白法 到头发白了 我回到江湖去 不在朝廷了 欲回天地入边征 我要立了大功 把天地都 往狂烂于祭祷 然后我一个人就 架了一条小船 就不见了 永逸江湖归白法 欲回天地入边洲 很好的句子 他就是这样 他是你还是继续在 在那个青楼里面 营业下去 我还犯不着像范里这样 准备一条船把你带走 像范里带走西式一样 这显得非常妙 好 你看这个雪莱写的 写的诗就这样 他写给他的一个 Eaton中学的 后来变成军人 军官的一个老同学 的妻子叫 Jane Williams 在意大利 她说 有一个字眼常被人 会谐 不能再认我会谐 有一种感情常物被轻蔑 不能再认你轻蔑 有一个希望太静于绝望 不必费心去摧毁 而怜悯如果来自你手上 也比自他人可贵 我不能给你俗称的爱情 但是你愿否接受 此心向神明奉献 而神明也不嫌弃的拜扣 接受飞蛾对星光的仰现 或是夜色对曙光 接受我们这悲哀的事件 对于世间 对于远方的神亡 这个就是柏拉图诗的 他讲了半天啊 非常热情 我们不知道这个你什么样子 背景我一看也不知 Could be anybody 再看看 可是龚之真写就不同了 他写这个林霄在青江浦 他最后一次经过青江浦去看林霄 两个人还吵架 当然林霄希望早一点脱脊了 希望这个龚之真带他走 于是呢 他说明知词谱定从过 大概第一次有两次 明知我会再来经过青江浦 其乃尊前百感浦 可是我们一边喝酒啊 我是不胜 不胜离情 一世今春未曾有 以前没有过这种心情 为什么呢 一个人大丈夫度皇后 应该是慷慨激昂的 结果呢 满尽轻泪度皇后 然后从他的 灵霄的眼睛来看 这位龚之真 他是你啊 风云柴略以消磨 你这个这个 已经被适到啊 蒼桑啊 都把你的 霞气 柴气就消磨尽了 所以你现在甘心做我的努力 甘力状态 你甘心在我的镜子的面前 附近 守候我的眼波 看我的眼睛看哪里去 所以我眼睛往哪里 对你将来 历生历命 很有关系 我呢 就怕流浪就是你 英气静 所以我把帘子举起来 我一面梳洗一面看黄火 就表示你应该自在黄火 自在天下 自在救国 不要在我的身边 做我的爱奴 这也写得非常有趣 我们也知道中生的关系 并不是一个前不八存后不八存的一个 一个空想 再看后面 再看后面 有吧 还有吗 这样就没有了 黄院长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是只是希望有两个问题 所以大家是早有问题赶快跑到后面那个美区去问 上面是楼上有问题吗 我不是 有一位同学有问题 好 谢谢 余光中教授您好 我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三年级的学生 因为我看见您在中文大学的三次讲座均是讨论诗歌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似乎现代人在如今21世纪 越来越少读诗歌 越来越少写诗歌 请问您认为 就是诗歌在现代社会依旧有什么独特强大的魅力 您会如何去鼓励人们鼓励我们大学生多读诗歌呢 谢谢 您有这个问题啊 我无论到哪里都有人会问我 不过我觉得呢 今天这个场合 你的问题大概 这个场合已经解答了一半 如果大家完全不关心诗歌 又觉得诗歌讨厌 那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听吗 应该现在走掉了一大半才对 所以这个读诗的人口啊 的起落 跟这个 当然跟年时代有关系 我们现在中文大学多少科系啊很多吧 很多学科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个分工分得很细 可是以前古人呢 考科技呢 这个文章是必要一定要考的 所以才有欧房功夫啊这种文章出现 现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要读的书太多了 古人至少不要读英文吧 是不是 苏东坡再聪明他不懂英文啊 诸如此类 李白再聪明他举头望明月低头四故乡 我们回到月球上去啊 举头望故乡低头踏明月 对不对像Armstrong一样 所以我们跟古人的环境很不一样 那么至于这个诗歌的读者不多 大陆初开放的时候 北京的诗刊是印五十万份 成都的这个新兴诗刊是印二十万份 很多 后来大陆因为这个科技关系 也出现很多小众话 所以广州有一个什么足球报 有几十万份 这一群人看这个 另外一群人就看别的报纸 大陆很多什么散文师啊 都有各有各的刊物跟这个政地 而且呢 现代的人就算不读新诗 我想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诗的 古诗并不是说旧诗传了 很多人读唐诗诵诗 读诗经读诵诗诗 还是大有人在 有很多生活上活动 大家还用一个典雅的诗中来的一个词或者句子来 那么同时呢 对于某些人讲来 流行歌就是他们的诗啦 歌词稍微雅典 他们就觉得诗就在这里了不必多读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诗人应该反攻自行 你以为把诗写得好 让读者喜欢来读 来买 来听 那么在这边我做一个广告 3月6号我还会在本校 主持一个朗诵会 那么也有两三位香港的年轻诗人来朗诵我的诗跟他们的诗 最后是由我自己来朗诵我的一些诗 有些是很好笑的 有些是讽刺的 也有读英文的诗 也有读古诗都有 这个朗诵不一定陷于读白话的形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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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余先生说那个阿凡功夫 我建议大家都拿来看看 杜牧的阿凡功夫 里面有一句跟现实很有意义的 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应该再看看 有没有同学最后有问题 李教授您好 我是中文系大二学生蒋志涵 非常荣幸能够向您请教 我非常喜欢您的翻译 我觉得他和您的文章一样都是轻通畅达的 但是有一些学者现在会提出一些应议 在保留原来的句法文风的同时 却又不免声色难懂 我想问一下宇教授您如何看待应议直译 就比如说鲁迅的翻译时间那样 您是问散文还是问翻译主要 我是想问一下翻译 其实中文大学很早就成立翻译系 后来又翻译研究所 那么翻译系的退休的这个系中 在这就金圣华教授 他可能比我更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我的看法呢 翻译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了 最早是翻译佛经啦 什么玄奘啦 旧摩罗斯 先是翻译来翻 西域的僧侣 后来是唐僧来翻 中国自己的高僧来翻 那是中国翻译最鼎盛的时代 那么现在呢 当然翻译是必要的 不过在香港呢 因为英文很多人都懂 直看原文的很多 需要翻译的不是那种迫切 当然英文仍然不能算是绝对的世界语 还是需要翻译 所以还是要讲究翻得让人家懂 一般的翻译让人家懂就好了 文学的翻译不但懂 还要觉得很妙 能够屈传原意 才算是好 那么我觉得翻译呢 翻得好的固然是一种享受 一种莫高的学物服务 翻得不好的呢会误导 而且呢让人家读得不通 或者啰嗦 这也反映到 翻译题也反映到大家写作的习惯 不但是翻译 这个不好的翻译看多了 自己的写作也会跟着西化起来 我举几个例子 很简单的 我常常看见有人写文章叫 他自己都没有自知 这是不必要的 他没有自知就够了 他自己没有自知就是啰嗦 是不是 我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呢 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来听于光中演讲 这也不太好 唯一一次都难念了 唯一一次 对不对 你中文比较resourceful一点 你中文的用语多一点 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就避过了 中文好可以有很多用处 然后呢 He is a vegetarian 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很有学问啊 不但素食主义还是者哦 对不对 其实呢 你是他吃素就完了嘛 对不对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我是现在报上很怕人 说性骚扰 哇 这个sexual harassment 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 古人讲到这件事情怎么讲呢 他不会讲性骚扰 他讲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 念旧小说念到啊 对不对 水浒传啊 这些都有啊 西游记都有啊 叫做什么 调戏嘛 调戏嘛 对不对 中文并不是不够用啊 言语的调戏 肢体的调戏 都是骚扰 所以有人有人对省重文说 中文不够用 省重文说你都用过嘛 所以我们啊 中文并没有用完 还是够用的 不过一个时候中文就不够用 很难翻 我相信金教授也会这个感觉 Later than week 就很难翻 新闻报道 到底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还是星期六 很难翻 你不能说该周稍后 不上中文 你也不能过分 specify 是星期五的下午 因为你不知道情况 所以就很麻烦 所以这方面 你如果研究的更多 会找到很多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好的翻译家 他们会给我们很好的翻译书读 主要是找好的书来读 余教授还有两场的演讲 就是在星期天在中央图书馆 是下午六点 还有一场演讲是讲田园诗 希望大家有空也到那边去听 现在我们再一次感谢余先生 跟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电源阶 您可能坐上来 谢谢 那么多